大家好,我是蔡師傅 今天呢,我們要來分享一個零食 這是從台東買的 洛神花口味的乖乖 然後 用紅梨下去做的 然後我們就 直接來吃吃看 它是酸的 我不行,酸的我不行 好啦,我另外再介紹一個 這款小攀鳳梨酥啊 那個小攀的蛋糕坊 然後它的鳳梨酥真的還蠻好吃的 然後我直接 來開箱一下 真的很好吃 非常好吃 好像很多人都去排隊 然後 你們真的可以試試看 原來鳳梨酥可以那麼好吃 對了,還有 我們台灣還有一些 現在出了蠻多那個 很奇怪的零食 然後我之前還吃過 就是這種品客啊 它還出了一些 好像是肉燥飯口味和那個 鹽酥雞口味 然後這個是三葵口味 然後這個是 章魚燒口味 都很特別 然後 這是很普通的 披薩就已經是很普通的東西 就是什麼 窯烤披薩 口味 喔 這種 披薩應該是沒有加鳳梨啊 然後 接下來是 又出了什麼 韓式 泡菜鍋 這個我就覺得還蠻特別的 那我就直接開這一包來吃吃看 一般開太多 就是 很浪費 糧食 然後 之前啊 我真的覺得 鹽酥雞和肉燥飯的口味 真的不行 我無法接受 還是吃 我們直接吃 真的食物比較好吃 喔 打開真的有泡菜的味道 嗯 認真嚼就真的有那個泡菜鍋的味道 真的有 然後真的是韓式泡菜 師傅常常出國 所以 真的有去韓國吃那個韓式泡菜鍋 嗯 真的很像 沒錯 還可以 我覺得 比 那個 肉燥飯 或是那個 鹽酥雞好多了 嗯 好 就這樣吧 大家吃起來